我被穿越女夺射了 但是我的灵魂在地府过得丰盛水起 白天帮黑白无常勾魂 下午帮孟婆熬汤 晚上陪阳王爷打麻将 直到有一天 那个穿越女可怜巴巴跑来 让我救命 恶毒女二重生了 我斗不过她 我当即把牌一推 废物 你替我打两把 我去搞死她 宝子们好呀 祝大家顺风顺水顺财神 给财神点赞后 评论区发送 谢谢财神 她就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并多送你两个月好运哦 我疯疯活活地往人间赶 路上始终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穿越女蛮脸委屈又不敢惹我 只能小心翼翼地道歉 乐姐姐 真对不起 把你的人生搞得一团糟 真不全怪我 我手握剧本以为稳赢的 谁知道那个恶毒女二号重生了呀 我一拍大腿 终于跟她产生了共鸣 可不是吗 上把牌就差白无常手里那张一万了 稳赢的 我必须速战速决 回来得早 牌运说不定还能续上 终于调整好心态 现在已经走完了攻略进程的三分之一了 成功嫁给了当朝太子 成为了太子妃 本来只要老老实实等老皇帝驾崩 太子即位 然后就能母一天下 谁知道太子侧妃她重生了 原本跋扈无脑的蠢材 变成了心机深重的小白花 太子现在被她迷得团团转 已经很久不关心我了 照这样下去 我马上失宠 穿越女满脸愁容 我安抚地拍拍她的脑袋 表示我出马拳搞定 久违得到实体 感觉不怎么样 又笨重又禁锢 我拿上配件 打算直奔侧妃店 先杀了永绝后患 谁承想一出门就跟太子撞了满怀 我手比脑子快 一伸手捞起对方的腰 旋转飞舞 轻盈落地 英雄救美 白晨靠在我臂弯里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沉默良久 还是我忍不住先开口 殿下 你先起来 有点沉 胳膊酸了 白晨如梦初醒般起身 红着脸整理长袍 随即焦急地拽紧我的袖子 生怕我跑了一样 你带着剑要去哪 一个手刀砸晕它 去杀你的心上人 就不跟你报备了 出门左拐 侧妃沈如意 正在河塘边喂鱼 等她回过神来 冰冷的剑锋 已经贴上她的侧颈 稍稍用力 就是一条血线 给你最后留一句遗言的机会 你不是陆慈悠 我直接换左手 一个巴掌扇过去 本姑娘身份高贵 谁给她的底气 站着跟我说话 一脚踹在她的膝窝上 帮她下跪 附带磕了个重重的响头 你听好了 我 就是如假包换的陆慈悠 本姑娘是原装的相辅嫡女 出身高贵 财思敏捷 文武双全 唯一的缺点 是我天生无情无爱 冷心冷废 这也导致我爹我娘 兄弟姐妹 未婚夫婿 全都不喜欢我 不过没关系 我也不喜欢他们 直到我18岁生辰 我在赶往生辰宴的路上 遭遇劫持 一群山匪 满脸猥琐地靠近我 被我一套金红剑法 全部送上西天 可是我也因为收件 十枚站稳 磕到了额头 我眼看着鲜红的血液 鼓鼓流出 除了死的荒唐 别无想法 亦是混沌间 我听见脑海里 一个颤颤巍巍 带着哭腔的声音 陆慈悠 真不是我害死你的 你别怨恨我 我就是个完成任务的穿越者 借用一下你的身份 我会帮你烧香拜佛 保佑你下辈子 投胎个好人家的 他实在哭得我头疼 顽强的毅力 让我猛地坐起来 一个透明的灵魂 被我硬生生挤出身体 他正愣在原地 察觉到我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脸上的悲痛 转化为惊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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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半天 也说不出一句完整话 最后还是我凭借 自己强大的推理能力 推测出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对面的小姑娘是个穿越者 她在自己的时代意外死亡 为了争取重生的机会 来到我的时代完成任务 而她的任务 是在我死后 接替我的身份 攻略当朝太子 成功当上皇后 尴尬的是 我没死成 不好意思 打扰了 你好好活着 小姑娘再三解释 我的死亡真的不是她策划的 道歉鞠躬 愧疚得都快掉眼泪了 我理解不了 她为什么这么多愁善感 我的关注点在另一件事情上 你很想重生 你想活着 能活着 谁想死了 小姑娘快被我逼问到委屈哭了 我顶着半只充血的眼睛 长发在刚才的打斗间散乱 苍白着脸面 无表情地指了指自己 小姑娘这回是真吓哭了 哭得中气十足 特别响亮 别好了 身体可以给你用 其他的 等你完成任务再说 然后我的灵魂飘到了地府 再然后我在地府成功按架 成为最受欢迎的万事通 我就说 活人不喜欢我 一定是他们的问题吧 死人堆里 我挺受欢迎的 本来想速战速决的 但是和堂边上 最后还是没能杀了沈如意 满京城唯一一个 能胜我半招的高手 正好来太子死探亲 正是沈如意的大哥 镇北将军沈景须 回来的第一天 主要人物都扎堆出现 确实很给我面子 沈景须一赶迎枪 跟我打得有来有回 结结实实过了数十招 一直拖到白晨醒来 急匆匆地赶到 我和沈景须同时收招 我不服输的顶塞 好久没打架了 明显不过痛快啊 沈景须则是眸光闪烁 眼神一瞬间变得讳莫如深 陈与太子妃同为最新武学 忍不住切磋一二 她主动开口替我解围 可是我根本不领这个情 我不反驳 只是懒得说话 白晨的目光游走在我们二人之间 我坦荡荡地回看 忘了说 我以前提过的那个未婚夫婿 就是沈景须 当年我还活着的时候 老将军跟我爹商量了一桩娃娃亲 据说圣上亲自证婚 生辰铁都换过了 可是后来没成 沈景须用五年边关战功 换圣上收回成命 不过我也没在乎过 毕竟我们俩相看两宴 人多热闹 不如大家一步正殿 一起续就饮茶 白晨笑得温文儒雅 可惜我不吃这套 长得好看 有什么用 还不是个屎乱中气的渣男 既然今天没有刺杀的机会了 我也懒得跟他们虚于尾仪 你们去吧 我跟他没就可虚 一个人回到请殿 梳理眼下的情形 本来以为只是简单的任务 眼下却是疑点重重 白晨和沈如意 看到我的反应都那么吃惊 好像真的久别重逢一样 还有沈景须 莫名其妙的释放善意 肯定没安好心 各怀鬼胎都要提防 这边刚打算就请 门从外面被人推开 我一枚暗器扔出去 寒光擦着白晨的发丝闪过 太 太子妃 果然好功夫啊 白晨面色苍白地点平 手攥着门飞 攥得死紧 上下打量一番 我真为穿越女的前景担忧 这太子看起来身体不怎么样啊 可别挺不到即位就病死了 殿下有何贵干 就是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姑也在这睡觉呢 杀千刀的穿越女 她不是说马上是宠了吗 看着面前 这双充满期待的眼睛 明显是兴致满满啊 砰的一声合上房门 太子还是去侧妃房里睡吧 臣妾染了风寒 怕传染殿下 太子很识时务 立刻体贴地表示他不在乎 我劝他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还是在乎一下吧 如果真的因为臣妾的过失 让殿下轻染病痛 臣妾愧疚难当 说着说着 尾音已经带上哭腔 白晨终于感受到了 屋里人的满腔深情 感动的走了 走之前 还再三保证他去收房睡 绝对不会去沈如意房里 我冷漠地看着 拿枪带掉的川月女 多亏他及时赶回来了 要不然 我真的容易一怒之下 把太子揍一顿再扔出去 说说吧 什么情况 我柔柔眉心 打算跟川月女 好好复盘一下 以致剧情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因为我今天抽风的神来一笔 太子好像又对我 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甚至比新婚的时候还要殷勤 都快跟沈如意断绝关系了 只要太子不被沈如意迷惑 那他自然也就不用 被我杀人灭口 那坏消息是什么 川月女战战兢兢地躲到门口 跟我保持相对安全的距离 我排气不太好 麻将输了一宿 阎王说你回去得 帮他抓五百只厉鬼抵债 我的金红剑已经按捺不住出窍 想试试能不能杀灵魂 第二天早上 白晨殷勤的手在我房门口 我一开门对上的 就是一张如沐春风的脸 太子妃陈安 昨天睡得好不好 没有孤在 有没有感到孤独寂寞冷 我皱着眉 忍着不耐烦 事宜他说正事 姑想邀请太子妃一同踏青 可以 我答应得非常痛快 二人世界应该对修复感情 有正向作用吧 白晨高兴得没有什么实感 伸手来搂我的肩 没等我隔开 一道尖锐的声音 就快穿透我的耳膜 殿下 您是要抛弃如意了吗 您忘了苦苦等您灵性的如意了吗 若柳浮风的美人 一洗白裙 渲然欲气 白晨头疼地看向我 期待我说点什么 我该说什么 那不然一起 白晨倒吸一口冷气 倒是沈如意喜笑颜开的去换衣服了 太子妃果然大度 多谢殿下赞赏 白晨比刚才更生气 直接拂袖而去 男人心真的很难懂 尤其是这个猎气精分的太子爷 马车摇摇晃晃还没出城 就遇上了巡视回来的沈景须 于是三人行变成了四人行 尴尬的气氛是属于他们的 我全程满不在乎地神游 想着五百个厉鬼 可是不好抓呀 乱葬岗附近还可以碰碰运气 到地方了 沈如意缠着白晨搂搂抱抱 倒是沈景须伸出手 想扶我下马车 小将军面色飞红 神色明显不太自然 看了几眼 看得我越发生气 拍开他的爪子 轻巧跳下 他看不起谁呢 本姑娘的轻功经程第一号 踏青尾时是个无聊的活动 白晨陪着沈如意放风筝 我懒得玩那些幼稚无趣的把戏 沈景须始终跟在我三步以外 慈悠 你是不是厌恶我了 我挑眉回看 不明白他哪里得出的判断 你之前对我不是这个态度 是不是因为那封信 那个我能解释的 他还想继续 可是白晨已经反身回来 两个男人目光冷冷的对视 郑北将军反省自重 太子妃的名号 可不是你能随便叫的 若我偏要争呢 我家在中间 只觉得莫名其妙 白晨却把目光转向我 慈悠想选谁 一对疯子 照我的意思 谁都不想选 可是眼前穿越女有任务在身 想到她哭得惨兮兮的那个鬼样子 话到嘴边又变了个答案 身为太子妃 波澜不惊 语气平淡 可是眼前的两个人 却都神色各异 白晨惊恶中带点庆幸 沈景虚满目痛色 如何同我说了什么 催心扑干的重话 让她难以承受 我越发看不懂她 当年看不上我的 是她 如今深情款款的也是她 不过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 我反而有点窃喜 情爱缠绵都是虚妄 点破了 踩了无牵挂 回程路上 我实在坐不住了 自己骑马上路 肆意的风吹过旷野 带走红尘中人的喜怒悲欢 无意间吹起马车的围帘 我跟沈如意 那双厌恶怨的眼睛 对着正着 她毫不掩饰 其中蕴含的恨意 我有惹到她吗 哦 对了 想杀她来着 我回报一个 欺漫顽劣的挑眉 想逗那就逗吧 如果她也那么着急死 我倒是愿意送她一程 事实证明 重生的恶毒女二号 就是效率高 第二天 我的早善离 果然掺杂了剧毒 白晨和沈景虚 气喘吁吁赶来的时候 三十板子已经打完了 沈如意气若油丝的 趴伏在地上 背后汗水血水 浇杂一片 我坐在主位上 悠闲的包橘子 瓜子磕多了上火 容易长痘 还是瓜果补水 白晨站在门口 被屋里的惨像惊呆 不敢前进 沈景虚红着眼睛 心疼的抱起自家小妹 太子殿下 不要迁怒姐姐 都是如意的错 是如意太爱殿下 惹姐姐不高兴 被略施惩戒 也是应该的 沈如意就着满身狼狈 还执着地往白晨身边爬 一张惨白落泪的小脸 楚楚可怜的语气 我见犹怜的神情 我原以为重生归来的 女二手段能有多毒辣呢 到头来还是装可怜 半柔弱那一套 没心意 看腻了 但是这副做牌 倒是给两个男的心疼坏了 白晨紧钻拳头 咬牙切齿的样子 我还以为 要冲关一怒为红颜呢 结果只是愈怒隐忍的一句质问 陆慈忧 到底是不是你做的 当然是我 我一股脑把调查证据 证人证词 宗法公规 甩到他脸上 这么警惕谨慎 头脑清醒 条理清晰 杀法果断的人 当然是本姑娘 随后不听任何王八念经 拂袖而去 三天后 沈如意想买通我的丫环 回我容 可下人根本进不了我身 我反手送他五十掌怪 打到他破相 半个月后 沈如意不惜自己跳进荷花池 也要陷害我推他 我袖手旁观 站在岸边 不许护卫下去捞 差点当真 活活溺死 一个月后 沈如意伪造我意图谋反的证据 结果 我不仅轻松洗脱罪名 反手告到圣上面前 查出沈如意的幕僚 跟敌国勾结 三个月后 沈如意假意怀孕争宠 又装作我推他小铲 结果 我精通一礼 当场识破 还顺便 把他终身不孕的是抖了出来 折腾到最后 我一身轻松 反而白晨和沈景虚 都被沈如意折腾得心理交瘁 一个直接失望至极 另一个闭门不见 穿越女 被我的一番操作震惊 狗腿的给我端茶倒水 说你废物还真不是侮辱你 就这么一个草包侧妃 你都害怕 我就是一个穿越的外地人 文不通武不救 哪有鹿姐姐优秀啊 其实也不全是能力 心态也很重要 我不畏惧她 不在乎她 更不会心软留情 不怕杀了她 自然无敌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哦 对 无情者得自由 无碍者得天下 逗倒了沈如意 照我的意思 就该让穿越女 继续完成任务了 结果这可怜孩子 又一把鼻涕一把泪 抱着我的大腿不撒手 鹿姐姐 这世上只有你 对我最好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有话直说 别打感情牌 没有用 她迅速爬到我面前跪好 我不喜欢太子 你能帮我攻略吗 我真是气笑了 我借她身体 替她攻斗 现在还想让我帮她 跟秦王谈情说爱 那她直接死吧 我自己活 我有心上人了 已经没法爱上太子了 她说的心上人 就是沈景虚 这回直接气得 我轻轻直跳 抱歉而出 一刻钟后 跪在原地的身影 变成了一对 沈景虚 以及一直有灵魂的穿越女 我揉着太阳穴 勉强听完了一个 缠绵翡测 烂俗狗血的爱情故事 回京的邵将军 在街头英雄救美 后来打探到对方 是自己前清美未婚妻 由好奇捉弄 演变成日久生情 最后坠入爱河 如意得知 我对你的情意 所以才跑到地府 求我帮忙 我总是擅长 发现故事的滑点 你们那个世界 不忌讳婚内出轨吗 我们那个世界 我跟太子 根本就不算成婚了 有名无实 我又得知了 今天的第二个今天大秘密 太子应该是不行 他自从娶了我 就没碰过我 不仅是床子之间 就连平时相处都难 拒绝交流 躲避见面 甚至看见穿越女就绕倒 恨铁不成钢的狂发脾气 抢娶了又不爱了 这太子果然是个疯批 直到你回来 白晨才突然亲近我 我也是实在没办法 所以只能求陆姐姐你了 神景区看不到灵魂 只能注意到 我在听他解释之后 便一言不发的皱眉深思 他再次扑上来 赌咒发誓 连带着深情表白 穿越女阁空 感动得眼泪汪汪 我这辈子 就发过那么一次善心 就摊上这么个累赘 果然同情心 就该早些年喂狗吃了 行吧行吧 别好了 我帮你攻略 一对活祖宗 我现在看见谁都烦 真想平等的 杀死每个渣男怨女 如何在维持 神景区这段地下情的同时 成功攻略白晨 坐上皇后宝座 这是我此生最大的挑战 我绞尽脑汁 想了三天 终于想到了 两全其美的办法 当皇后 又不一定靠情深义重 利益交换也可以啊 身后有相辅的支持 背地有神景区兵权的帮助 私下有穿越女 掌握的剧情发展 再加上我自身 头脑谋化的加持 真实的筹码 比空泛的爱情 稳固的多 我第一时间找到白晨 表示要跟他谈谈 慈悠不必说了 姑都懂 不是 他可能有点误会 都是误会 你跟神景区清清白白 上次你当面拒绝 他已经很给我安全感了 姑相信你 不是 他先别相信 那时候我还不心虚 现在有点 姑本来因为沈如意的存在 有些心虚 但看慈悠你如此大度善良 姑真的更爱你了 不是 他先别爱我 都快把他搞死了 我还善良 这太子明显对我有不实滤镜啊 好话坏话 都让他一个人说了 我半句嘴也插不进去 索性拂袖而去 说解决不了问题 好在我是个实战派 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于是我帮他管理后宅 亲自替他练兵 助他招贤那事 在太子对我一日胜过一日的 灼热痴迷目光中 我终于挺不住了 在献殷勤 他就彻底被我迷死了 因为太子已经开始自见整袭了 天天抱着被子 蹲在卧房门口等我 慈悠今天需不需要暖床啊 不需要 慈悠今天有没有想我呀 不想 父皇一直期待抱上孙子 你看咱们俩要不然 我迅速把白晨扒着门框的手掰开 生怕他脸皮在后点 非要蹭进来 最后决定还是先出去躲躲 散散心 再完善一下我的攻略计划吧 难得回人间一趟 还真有个想去的地方 法院寺的老方丈 曾说我与佛有缘 找个时间跟他再对弈几局 顺便让他再帮我散散命格 这边还没等到我返城 京城就出了更大的事 皇帝驾崩了 按照穿越女的说法 老皇帝至少还能再活三年 到时候太子根基稳固 朝堂清明 即位自然顺利 可是眼下时局动荡 诸位皇子野心勃勃 边关蛮夷又虎视眈眈 皆是内忧外患 桑中回荡 灵堂静默 白晨垂首跪在首位 一席素白落寞寄聊 父母子女一场 即便是生在人情淡漠的皇家 到底也还是有些真情在 我不通事故 却也能察觉到他此刻压抑的悲伤 慈悠 我父皇说 今年会亲自帮我操办生辰宴的 明明还有三个月 他怎么食言了呢 守到最后 其余人等纷纷离去 只剩下他一个人眼圈通红 久久不愿起身 夜里风凉 吹过他单薄的脊背 父母又平息 我不知该做何回答 只能亲手帮他掌灯 陪他走这一段 并不漫长的出宫遇到 事有蹊跷 我一定会查明真相 刚才的脆弱少年 仿佛只是错觉 好啊 我帮你 我头一回对着白晨 露出一个舒心的笑 为了帮川月女完成任务 为了让自己早点摆脱麻烦 为了胸腔中奇怪的共鸣 为了他信任依赖的眉眼 为了什么都好 殊途同归 调查的第一步 当然是了解死因 这个我最擅长 毕竟我在地府朋友多 人脉广 稍稍脱个口信 白无常立刻传来消息 老皇帝是中毒身亡 至于凶手是谁 他没说 我理解地府的规矩 生魂只能再讲最后一句话 没顾得上说 凶手也情有可原 那他最后一句遗言是什么 他的遗言是留给太子的 本来还得靠托梦 正好你在这 方便的话 你给转达一下得了 就当是还我赌债 我不方便 我怎么解释 我还能跟白晨说 我也死过 所以有熟人带话吗 生辰喜乐 愿他平安 就这么八个字 置地有生 有一种莫名的情绪 击中我的心 奇怪陌生 酸麻生涩 虽然一瞬间便又退去 恢复往常的麻木梳理 但到底是错过了拒绝的时机 只能接受这个麻烦 回去的路上我边走边想 是不是挺可笑 坐拥天下的帝王生命 最后一句话 无关江山社稷 无关黎民百姓 而是给自己儿子贺生辰 是不是很荒唐 被人毒害身亡的冤魂死后的 唯一执念 不吐露凶手姓名 不着急 复仇雪恨 只惦记着感性的父子情深 果然活人就是麻烦 白晨对我能夜闯他相归的行为 感到受宠若惊 没办法 白晨眼下急需忠诚良将 拉拢神景须 就不得不用沈如意介事 沈如意附虫也制衡了 其他想往太子府塞清卷的朝城 沈如意最近跟房贼一样防着我 只要是白晨和我同时出现的场合 他必得参与进来 想说点私密的 只能翻窗 白晨红着脸坐在床上 羞涩的要给我分被子 长话短说 你相信世界上有鬼吗 白晨盯着我面无表情的脸 红扑扑的脸 瞬间就下白了 慈悠 我该信还是不该信 他怎么这么优柔寡断 一国储君胆子小 身体弱 现在又加上个梅主剑 我又要恨铁不成钢了 看着他小心翼翼 观察我脸色的样子 我也不好直接骂他 为了不打击 他那颗右小心灵 我还得小心措辞 我就是想说 总有人惦念你 却不好亲口告诉你 生辰喜乐 愿你平安 皇宫祭拜那天 他跟我提过 老皇帝要给他过生辰 也说过他们父子情深 那我正好利用这些信息提示他 我都这么暗示了 他该懂了吧 应该能明白吧 星星之火被点燃的样子 大抵就是白晨此刻的样子 原本暗淡的神情 一瞬间鲜活 他抓紧我的手 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真怕他下一秒扑上来 做点更亲密的举动 好在有人敲门 是沈如意身边的婢女 说是那位做惊做噩梦了 非要白晨哄哄才肯睡 知道了 姑马上就去 我赶紧趁机脱身 临走前余光瞟到白晨 这个巅宫还在 寒情默默地注视我的背影 算了 他还明白不明白吧 几位大典就在明天 看似平静的筹备下 却暗流涌动 我守着太子寝宫 已经拦下今天的第四波刺杀 穿越女靠灵魂偷看 也逮住了第五个投毒的婢女了 这九五之尊的位子 果然吸引人 直到夜深 外人进不去 只有沈如意来送宵夜 路过我身边 还不忘趾高气扬地瞪我一眼 我魂不在意 打他进去 屋里从安静到嘈杂 又从凌乱喧闹 重归一切寂静 我只觉得今晚的夜 可真漫长啊 又等了会 灵魂体悬在半空的穿越女 心疼地飘来飘去 错身而过的时候 我把一张符纸塞在她怀里 别拉着一张死鱼脸 带上这个 跟你的心上人 一边去把误会说开 这是法源寺的老和尚给我的 说是能让凡人看到生魂 我是真的怕麻烦 懒得解释复杂的一体双魂 还不如让他们自己商量 眼下屋里还有两个麻烦 等着我解决 我进屋的时候 满屋能摔的瓷器都砸碎了 白晨愤怒地闭目靠坐在主位 沈如意心如死灰地匍匐在地上 白晨 我那么爱你 你却从未信我 哟 进来早了 狗血戏码还没收尾 先皇驾崩后 我和白晨肃心燕昧 当然不是为了谈情说哀 而是调查真相 从调查毒药源头 到何时出入公门记录 从审讯刺客 到肃清乱党 被地里一步一步进行 按部就班地 找出所有叛徒和奸细 这几天 伪造沈如意附宠 白晨对他无微不至都是假象 今日故意放松守卫 实则沈景区亲自带兵电上伏击 都是为了调出沈如意这条大鱼 沈如意 你也配跟孤谈信任 今晚给孤下毒要命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你的爱 通敌叛国 谋害我父皇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你的爱 太子侧妃因爱生恨 把小爱转化为大恨 上辈子得不到白晨的心 这辈子就要他的国家和他的命 够绝 而我一贯擅长添油加醋 杀人诛心 打断一下 我就插嘴一句 丰厚大典也是明天一起吧 沈如意被我气晕了 心理承受能力真差 沈如意被关押在天牢 还不老实 非要见我一面 才肯说出幕后主使 不用他说我也能查出来 可我最后还是去了 当然不是为了什么狗屁真相大白 只不过我这个人向来有始有终 当初说要搞死他 现在自然不愿错过手刃的机会 老规矩 能留一句遗言 你不是陆紫游 我是真有点生气了 跟他说过一遍了 听不懂人话 我重生过一次 一眼就看出来 你不是陆紫游 上辈子他没你狠利 没你果断 没你绝情 比你心软 比你脆弱 比你好对付 夸我的话说我心凤里去了 所以我也大发慈悲 多跟他说几句 我那么大活命的瘾 所以也理解不了 你这种丧心病狂的拼命 但我若是你 真想改命 就不会重蹈覆辙 扪心自问 如果我是沈如意 我不会跟他一样 落到这个悲惨下场 我会在重生归来的第一天 就规避所有错误选项 不再倾心白沉 不再陷入情爱纠缠 不再耗费心力 筹谋公斗 不会想着 把前一世的那条错路完善 死脑筋的继续走下去 真想活得好 活得肆意 活得快乐潇洒 就该另谋出路 跟前世的爱恨情仇 彻底划清界限 有无数机会 可以开始新的人生 热爱生命 说得好听 不过是不甘心 我前脚刚从天牢出来 后脚就忙着 傅神景虚的约 那一对狼情惬意 已经和好了 非要感谢我 三番两次的救命之恩 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宴会 到了才知道 今天正巧是穿越女的生辰 一人一魂虚空的牵着手 并肩坐在对面 眼神里情深意重 倒也算般配 酒过三巡 三个人里 就只剩下我一个醒着的了 穿越女哭哭啼啼个没完没了 神景虚怎么哄都哄不好 我就要成为皇后了 我不能跟心爱的人在一起了 不对 是鹿姐姐要成为皇后了 我就要在这个世界消失了 趁着酒疯 穿越女没出息的 把自己身藏的秘密 全都吐露了个干净 攻略完成 我就得回现实了 攻略不完成 我也要把身体还给鹿姐姐了 鹿姐姐这么帮我 我不能耽误她后半生 算她有良心 总算知道 为我这个圆主考虑一回了 不过我也没打算当皇后 穿越女 本姑娘向来大放 送你个生辰礼吧 我觉得人生无趣 是真的 从当初答应 把身体借给她做攻略任务 我就没考虑她能成功 说得更直白点 我就没想说回这句肉身 灵魂多好啊 自由自在 轻轻松松 身体送给你了 至于是当皇后 神井虚好奇我为什么帮穿越女 因为我善良 因为我蠢 因为我多管闲事 这些词放在我身上 都违和的出奇 最后我也没有说出那个答案 活人就是大惊小怪 可是我也没打算多做解释 闲听信部走到院中 月华如水 与十二岁年前的冬夜 何其相似 八岁的女孩眼都不眨 手起刀落 轻松地杀掉了一匹 玉刺的汗血宝马 眼睁睁看着无辜生灵 躺在地上 一点一点失去呼吸 鲜红的血 洁白的血 圣上责罚 也为了维持相辅颜面 轻易掩藏了这件事的真相 对外只宣称马是病死的 但也就是从那天起 他们认定我是一个怪物 无情无义 生性冷漠 只有一个老和尚不惊慌 耐心地蹲在我身前 你为什么杀马 滚烫的血液 有几滴溅到我脸颊上 此刻已经干涸冰冷 我依旧是无动于衷的样子 但墨低头也没抬 因为他在痛苦 他的眼睛求我杀了他 失去自由的生命 便没有生存的意义 他想解脱 我就帮他 这人间熙熙攘攘 闹闹哄哄 没什么值得眷恋的 我从那时就这样想了 老和尚竟然笑了 似乎很惊喜我的回答 他说我与佛有缘 让我常来找他玩 在之后就是 我生辰前一个月 下棋的时候 他预言了穿越女的离奇故事 他问我 慈悠 你还和当年一样 觉得尘世无趣吗 我没回答 只是沉默地落下白子 我赢了 所以穿越女问我 因何就他帮他 自然是为了一个机缘 全个想要道别的朋友都没有 倒是期待 地府三缺一剩酒的麻将局 傍晚白晨突然拿着酒壶来见我 非要跟我对月谈心 看在曾经并肩作战的份上 看在最后一面的份上 我勉强答应了 一人一谈酒 并肩坐在屋顶上 其实今天是个阴天 月亮 星星 银河 一概都没有 鹿慈悠 你是不是要走了 真让他说对了 明天 神景区就要带着穿越女 和我这局肉身私奔了 能当皇帝的人 就是聪明 我沉默着没说话 既没点头也没否认 姑知道自己留不住你 一直都知道 白晨眸子里星星点点 藏着泪光 一眨眼一半落在酒坛里 他把那些苦涩 彤彤咽下 录像说你这些年 变得乖巧懂事 人人喜爱 可姑始终觉得 从前的你更好 无拘无束 肆意潇洒 白晨少年时期 顽劣好动 仗着父亲宠爱 更加肆无忌惮 想要得到那匹上好的汉鞋宝马 可是马被赐给了丞相 于是他趁着夜色 追到法院寺 是偷是抢 他都势在必得 唯独没想到 亲眼目睹了 那个血腥的场景 小太子的眼里 盛满了心上 从此 他把那个清冷孤独的身影 印在了心上 他以为自己能抓住的 从小到大 只要是他想要的 就没有得不到的 他跟陆慈悠的每一步 都是他费尽心思算起来 设计陷害 逼迫神景序退婚 幕后操控 让陆慈悠嫁给自己 那天 他满心欢喜的布洞房 满怀期待地揭开红盖头 可是眼前却不是 他心心念念了 那么久的心上人 陆慈悠 姑是真心爱你的 姑见你第一眼就认出来了 一体双魂 多荒谬啊 可是姑一眼就确定了 我懵懂地看着他 即使感受到 他言语里深寒情愫 可是依旧无法感同身受 你那么喜欢我 为什么还要取沈如意呢 一个人是可以同时 真心爱很多人的吗 我诚心发问 不含半分讥讽 没有任何私心 我只是好奇 白晨说的掏心掏肺 怎么跟我看到的画本上 写的不一样呢 书上说一生一世一双人 故事里讲天涯海角 此生相随 戏文里唱此生只为一人去 到底什么才是爱呢 仅仅两句话 却让白晨惊恐万分 他颤抖着摔碎了酒坛 惊扰了过往那些自觉情深的岁月 原来他爱的是自己呀 当年想要驯服那匹马 如今想要得到这个人 却都空手而归 白晨像是一个找不到家的孩子 悲伤到无以复家 崩溃大哭 我想他不能给我答案了 面前的皇帝九五之尊 富有四海 偏偏对爱一无所知 穿越女说我伤透了白晨的心 所以在丰厚大典前私奔 也没被治罪 随便吧 就当是我无心插柳 给他行的最后一个方便 鹿鹿姐姐 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 我躺在望川河面的小船上 轻松的朝他笑 为什么失望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选错了 不够洒脱 重活一辈子还是不免情情爱爱 穿越女越说头越低 我当年第一次见她 就觉得不可理喻 现在依旧这样认为 你弟生活 哪里轮得到我失望 我这人向来只在乎自己 就算你日后被抛弃辜负 我也不会插手 同理你幸福圆满 也与我无关 小舟摇摇晃晃 当出了几分困意 我只盼她能早点说完道别的话 好让我能踏踏实实补个教 鹿姐姐 谢谢你给我第二次活着的机会 我想要告诉你 我本名叫困意被我强行驱散 果然跟穿越女聊天 就是不能大意 趁着她说到一半 我赶紧捂住她的嘴 名字是羁绊的开始 而我除了全心全意爱自己 不想再拥有任何羁绊 感恩也好 回报也罢 我都不需要 我只需要自由 无论你以前是谁 往后你都是鹿慈忧了 头一回这么郑重的念出自己的性命 法元寺的老和尚果然会取名字 慈忧 慈忧 慈别忧苦 不惧生老病死 无所求 无所怨 无所爱 如果非要抢求挂念 那就是地府这帮老家伙们 别以为他们偷牌换牌 我没发现 下次的麻将局可不能单输我一家了 奈何桥边 有老熟人在等我 孟婆远远朝我招手 你快跑几步 后面一堆排队的 死老头非要跟你话别才肯走 是法元寺的老和尚 我说人间便寻不到 原来是寿终正寝了 也不全是 他咧嘴一笑 褪去慈祥高深的面相 嬉皮笑脸的跟我扯皮 你可别忘了欠的五百厉鬼 以后言罗店都归你了 慢慢抓 不着急 阎王爷爱美 这些年热衷于幻化成各类美男 眼下才是真实相貌 阎王看着我波澜不惊的表情 欣慰地点点头 不愧是我挑选的接班人 就是聪慧过人 你早就发现了 我的真身 没有 才知道 那你怎么不惊讶 我不在乎啊 爽朗的笑声响彻大殿 对啊 或生或死 半喜半忧 何来何去 原生原灭 何必在乎呢 全文完